新鮮蒜头炸成蒜酥 加入豆豉 干辣椒 淋在超大沙公上 持续拌炒 外酥内嫩的口感 每一口都吃得到呛辣香气 还有这道用麻油荷包蛋 微煮的沙公 蟹肉完美融合麻油香气 让饕客赞不绝口 这肉质非常的咸美 麻油的味道 也很浓郁 跟螃蟹比起来 它的肉质还会再软一点 每到秋天 民众就爱吃螃蟹 饭店结合餐厅烹调特色 端出一系列秋蟹料理 就连螃蟹食材也很讲究 包含我们特选的沙公 大概都有将近500克左右 呈现不同的风味 那也受到蛮多客人的喜爱 那自退出以来 我们大概提升了 整体业绩一到两成左右 另一家日式餐厅 用顶级帝王蟹和松叶蟹应战 最大的亮点 释放了海胆的汤底 让螃蟹下锅后 更加甘美鲜甜 最后还能把饭配生鸡蛋 倒入锅中 吸收汤汁精华 就成了浓郁 海味杂炊 在秋天来说 螃蟹是最肥美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们就以秋蟹的 露体为灵感 来推出这样子的一个火锅 来克树 包括营收动能 会带动二到三层 从餐饮集团到星级饭店 纷纷推出螃蟹料理 日本桥海鲜冻十半 推双蟹海蛋锅 乐天皇朝有枣汁软壳蟹 台北浮华除了芦笋炒蝦蟹 还有蟹黄干贝中 台北花园酒店则端出 避风糖沙蟹应战 瓜分每年十亿元的吃蟹商机 三地新闻 终于一里请台北报导